你觉得家事应该要谁做 男生女生都可以做 爸爸可以提水桶 爸爸可以负责 比较心心可以负责草地 小朋友口齿淋漓 正确回答两性平权的问题 让老师相当赞赏 这次三重驱公所 与新北市新住民全能教育学院发展协会 共同在三方国小举办的翻转新势力 改变无限大系列课程 第一堂的新北友善课程 希望扎根新住民家庭孩子的性平教育 上这个课最主要的是 让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接触到 我们的性平教育 希望能够让他们成为 性别平等的小尖兵 为了照顾经济弱势的新住民学童 新住民全能教育学院发展协会 除了成立孩子的秘密基地 给予平常的课后辅导 也在国际福伦社的赞助下 开办属于幸福小学堂 而这次又获得三重驱公所的大力协助 让协会执行长政情相当感激 现在小朋友其实很早熟 然后在学校有一些 也有一些男女生之间的问题 那我觉得公所非常好 因为我们除了在课业注重之外 在生活上我们也需要 好好地来培养这些孩子 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所以今天很开心也很高兴 谢谢我们的三重驱公所 来这边帮我们的孩子 上了一个非常棒的课程 相信在公部门及民间团体的努力下 这群新台湾之子 不会输在起跑点上 每一位都能昂首阔步 迎向光明的未来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